海賊王DIY日記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是 電磁爐開機不加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賊王DIY日記 我是海賊王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裡面 要帶給大家的是 這一台電磁爐的檢修 那麼這是一台 加熱功率不足的電磁爐 在一般的狀況下 我們要檢查的部位是電容器 但是這一台電磁爐 它故障的部位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位置 那它究竟是在哪個位置發生故障的呢 我們又是如何將它修復了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邊我拿到一個電磁爐 然後它的狀況呢是 好像是加熱的速度很慢 第一個加熱速度慢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的部分 目前我這邊還沒有 得到任何的訊息 那我們先來做一下測試 看一下這顆電磁爐呢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再來決定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先來實測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它現在可以開機按鍵的功能也是正常的 這樣看似正常的狀況 其實並沒有什麼好高興的 因為等一下故障並不會很好找 現在使用高科技的感溫棒給它喇一下試試看 稍微有一點溫差但是不會熱 欸真的不行欸 什麼都好就是不加熱 如果你家裡有類似這種表現的電磁爐 千萬不要再用了 因為它可能快要爆炸囉 依照慣例 我們快速的拆螺絲吧 打開以後有點髒又不是太髒 反正有小牆就是 好先簡單把它清潔一下吧 接下來將排線拖離開來 接下來將排線拖離開來 因為要對主要元件做一下健康檢查 取下爐盤線圈 記得先拖開熱敏電阻的插角 取下爐盤線圈 記得先拖開熱敏電阻的插角 拖開主板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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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開螺絲之後 準備檢查電容器 這邊就可以目視電容器已經變形了 你有發現嗎 現在我手指的這一顆呢 就是斜正電容 它現在已經膨脹變形了 我們從外部就已經看出它是有問題的 旁邊藍色的這一顆是高壓濾波電容 我們一樣把它取下來做一下檢查 我們先解焊斜正電容 我們先解焊斜正電容 都已經膨脹破裂了 這個再用下去一定是要炸開的 所以家裡的電磁爐如果可以開機 但是功率不足的話 千萬不要再印鈔下去 我們測一下這個電容的容量 依照它外殼的標示是0.4μF 什麼0.399對不對啊 這顆電容竟然是好的 同樣的方式我們再檢測一下 這個10μF的高壓濾波電容 耶 它也是好的耶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回到主機板這邊來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不對勁囉 按照電磁爐的工作原理的話就是主機板沒有將訊號送給IGBT 好 在這邊找到一個可變電阻 它標示為200Ω 但是我直接量測的時候呢 它的電阻值已經達到110K 在正常的狀況下 我們直接在電路板上面量取電阻器的電阻值時 應該要比它的標示電阻小才是正確的 先把這個可變電阻把它解焊下來 電阻值無限大 這個可變電阻已經燒斷了 所以我們已經找到故障點喔 至少是其中一個故障點 我們把新的可變電阻焊上去吧 高壓率波電容因為是正常的 所以就直接在毀裝了 在這個位置上電流跟電壓都比較大 所以一定要中跑滿漢 已經大肚子的斜鎮電容就悲患不可囉 好不容易等到貨來了 我們就把它裝上去吧 這邊一樣要滿漢嘿 兩塊電路板應該都修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回裝 裝上主機板 手上螺絲固定之後就可以開始接線 這樣就要出爛了 煮 rez狂的 煮到我 今早上煮等一下 我會再打開 煮得很快 煮到我就會用電鍋 煮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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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上任命店主的接頭 这个东西也蛮强坏的 如果有适当的机器 我们也可以来做一次示范 这个线圈的接头 电流量很大 我们拿砂纸来做一下保养之后呢 再把它安装上去 记得务必要锁紧哦 最后使用三用电表量测整台机器的总组值 避免有短路的现象发生 226欧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开始回装吧 插上控制面板的接头之后 就可以开始锁螺丝啰 OK我们的电磁炉终于组装完了 刚有量测过了电阻值在安全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维波轮呢 它先程式加热不正常 现在有没有办法回装呢 我们启动试试看吧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把功率开到最大 哎哟 马上就有感觉了耶 看它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就不能再使用高科技感温棒了 啊 我们又成功了 多猜几次保证成功 如果你没有时间猜的话 订阅海贼王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 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继继多